欢迎来到华视最国际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突然的现身在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这样的闪电访问被白宫的幕僚形容说是前所未见的 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目前是在战争的国家 而且是regular的被轰炸的一个国家跟都市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行程有如何的一个象征意义 当然我们请专家来为我们做解析 尤其现在是乌俄战争开打快满一周年的前行 另外观察点就是美国总统拜登这次访问乌克兰 好秘密大家都在看说如何能够这么的保密 这跟过去美国总统不管是出访阿富汗还是伊拉克 都是由美军重兵相伴的情形完全不一样 这个秘密是怎么做到又为何需要如此神秘 节目现场为我们做观察的是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国成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先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第一章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总统拜登是旋风式的访问了基辅 那么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方向的是 现在中国的第一把外交这个第一把手 王毅则是到了莫斯科到了俄罗斯 可以说美国跟中国这两辆列车使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首先我们想先请国成老师来跟我们分析 就是拜登这次刚刚我们提到说幕僚讲说 这个对一个总统来讲到了战争区 这样子的这种行动就是在过去来说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所以这一次您觉得最大的象征跟影响的可能会在哪几个层面 第一个当然明白表示美国是支持乌克兰对抗侵略 2月20号这个是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的纪念日 所以拜登总统选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基辅 这个挺污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明确 然后也糟告全世界包括俄罗斯跟中国 美国就是支持乌克兰 世界各国如果要站在美国这边的话 就是要支持乌克兰 那第二就是它的行程相当的低调而且密密 跟美国总统每次出访这个非常大的规模 非常大的阵仗 搭乘这个空军一号747专机 还有许多特勤人员随行 这次显然是大不相同 它是轻车减从 搭乘这个比较小的行政专机 先从美国到这个德国的这个美军基地 然后再到波兰 再转乘火车前往这个乌克兰 这基本上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当然是安全方面的顾虑 因为毕竟乌克兰是战区 这个相对来讲 不能够部署这么多的美国人员 到达乌克兰 以免引起俄罗斯更大的敌对意识 因此轻车减从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美国国内 还有欧洲部分国家像德国境内 最近都有大规模的这种和平的示威游行 希望这个乌克兰能够跟俄罗斯和谈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当然也要考虑到 这个国内以及欧洲的盟国不同的声音 所以拜登总统的房屋 相对来讲比较低调 避免刺激 那国长老师现在就是呢 比方说像BBC等外国媒体 有一种分析的观点说 拜登在乌俄战争2月24号 开打这一周年的前夕来到乌克兰 某种程度呢 其实呢表示说我美国总统敢在这个时候 来到战区哦 那么某一个程度呢 也可以呢把它解读说是 俄罗斯是普丁的一种失败 您什么样的观察 普丁当然还没有正式承认军事失败 不过至少呢 已经明显的把讯息传达给普丁 就是美国是跟你这个绝对是对立的 所以呢我在这个时候访问乌克兰 那你这个俄罗斯呢 就要衡量一下这个精良 就是说你要不要负担跟美国全面对抗的风险 因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拜登总统这次去呢 也这个承诺给乌克兰更多的军援 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 也就是说呢 美国一定会支持乌克兰对抗侵略 那要俄罗斯就三思啦 如果你现在继续要侵略乌克兰的话 你对对敌的不只是乌克兰 而且还包括美国 是所以我们再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 刚刚那一张CG 也就是说呢一方面是拜登访问了乌克兰 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反方向的 就是中国的外交第一把手呢 王毅呢则是到了这个莫斯科 到了俄罗斯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 由王毅去到俄罗斯 去到莫斯科 所以这样子相挺的意味其实也是蛮浓厚的 今天CNN的头版头条就是说 中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密过 您怎么看 当然中国现在也是把牌量的更加清楚 就是明白的要挺俄 那过去还没有那么明显 对 对照现在美国挺污 那中国挺俄 现在态势是更加的明显 这当然呢 这个两大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这么清晰的表态 很可能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情资 或者是他们的判断 乌俄战争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 因此呢 都必须要更加明白的介入 以免呢这个丧失这个话语权 所以乌俄战争会不会很快的 就会有更新的这个发展 不管是这个怎样的结果 我想值得我们密切的观察 所以这个乌俄战争有可能的重要结果 可能是乌克兰方面 会取得某些进展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在和 如果要进行和平谈判 那他会处于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 就是强化这方面的支持 如果将来在这个和平谈判里面 美国也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中国呢 当然也可能是看到 这个美国投入的力度加大 俄罗斯会面对更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方面这个时候挺俄 俄罗斯会更加的感激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现在这时候 因为会有重大转折出现 双方进行谈判的话 中国也认为这个时候不能缺席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中国呢 就选择说 这个在这个时候反俄 表示不止挺普丁之外呢 习近平呢 据说过不久 也要发表所谓的和平谈话 这个和平谈话呢 很明显的就是中国不想缺席 也就是说中国想要 在这中间扮演积极的角色 当然中国会站在俄罗斯那边 是毋庸置疑的 那俄罗斯的和平 当然就是最好乌克兰 承认这个乌东俄州属于俄罗斯 那俄罗斯立刻可以和平 中国可能会比较偏向俄罗斯的立场 但是这个和平呢 乌方当然说乌方也希望和平 条件是俄罗斯赶快滚出去 恢复战前的状态 这是美国所支持的 所以到底是朝向哪一边的和平 是俄罗斯要的和平 还是乌克兰要的和平 在中间呢 这个美中两大国 一定扮演关键的角色 那另外就是我们再来看 拜登总统这次的 突然现身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这次呢是坐火车去 这个好特别 您觉得他的考量是什么 一定安全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呢 当然目前来讲 还不敢冒这个大部会 就是直接攻击美国总统 因为毕竟美俄都是大国 攻击美国总统 美国不可能 做事 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一定要有所反应的 但是现在在乌俄战场上 存在着俄罗斯雇用的 这个用兵集团 这个用兵集团最近放出消息说 这个要跟俄军要弹药 要不到 这个俄军呢 也对这个马格纳用兵集团 有所指责 这个主要就是一种烟幕战 表示说呢 还存在的一种 俄方完全无 没有办法完全指挥 这个用兵集团存在 到时候他们两面手法 这个用兵集团突然对这个美国总统发动攻击 然后俄罗斯说这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方不完全知情 但是呢 这个就已经对美国的威信 甚至拜登总统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这种奸诈的两面手法不得不防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 情报资源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让拜登总统非常低调的搭乘火车 而不是搭乘飞机 因为飞机一旦发生任何意外 是不难以挽救的 所以就让他学习像以前金正恩一样 就搭火车 当然这个火车的这个旅行的时间 这个舒适成步 相对当然是比飞机来得低很多 不过目前为了这个安全为重 也就只能采取这样的方法 是我们看到其实陆陆续续好多的政要访问 乌克兰都是用火车 从波兰这边来搭乘火车 抵达乌克兰 像刚刚国人老师讲的 这些都是基于安全的考量 还有您刚提到的这个 华格纳佣兵最近在喊说 我没有弹药 所以您评估这可能也是一种烟雾弹 这样子 目前来讲俄罗斯当然全力要击败 这个乌克兰 所以一切能动用的力量 包括他国内的正规军 还有这个能够雇用的佣兵集团 当然要全力投入战争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一定会全力的让这个 瓦格纳有更多的资源 就说是用这些人当先锋也好 炮灰也罢 现在来讲 我们刚才提到 可能即将出现重大转折 这个时候双方都是大举 投入这个最后的这个筹码 求取决定性胜利的时候 所以这个外船 这个中国要提供俄罗斯致命性的武器 美国已经公开在这个国际场合 这是红线 对 已经提出指责了 所以代表战争可能在结束之前 必然会先有一段升级 在这个时候 俄罗斯说会不给瓦格纳 佣兵集团弹药 让他自己的一个力量受到减损 我想这个就常理判断 不太可能 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烟幕 到时候出现一些孤狼式的 这种特别攻击 都是这些孤狼做的 不是往俄罗斯做的 就可以设法推托 这也是国际政治上经常使用的手法 是 好 我们非常谢谢台湾智库咨询委员 张国陈老师精辟的解析 那么沃尔战争现在呢 在开打快一周年的这个时刻 像刚国陈老师所分析的很重要的 面临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时刻 所以我们看到拜登 人到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那我们同时也看到 这也让中国跟俄国呢 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过 这几个发展的方向都是值得 我们未来继续观察的 谢谢国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也谢谢您的关心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